九二十手枪 枪号 一九三二八 九二十手枪 枪号 一九三二八 梁耀军 中央救了 没忘记怎么检查武器吧 不错嘛 来 周日齐 过来 是 李定都不会了吗 交出来 什么 赵雨昕 你知道让我翻到手机的后果 报告船长 我的手机也让你没收了 没有了 我现在去翻阅障碍 增强体能训练 你在耍猴呢吗 手伤了 没有啊 你看 我正在练习战场救护 你怕吗 什么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报告 我怕 如果战场遇上敌人 我相信我会比梁耀军 做得更好 New Bachelor 听说你今天表现不错呀 嘛 我赶紧我夏天 好了 你看吧 追梦 像体能好 技术强的这种精兵 应该让他们去打先行 做先锋 周里奇 你知道我这个人 最讨厌什么吗 我最讨厌的就是 只会耍嘴皮子不实干的 划头饼 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你给我等着 梁勇军 到 梁勇军 到 你的新兵班长没交过 你怎么大声达到吗 梁勇军 到 知道我是谁 八个老兵 不知道 我纠正你一下 我不是老兵 我是侦察连的士官长 黄大鹏 你们生产连没编士官长 知道士官长是干吗的 知道 算你聪明 他叫她 我在这儿整整等了你 二十分四十八秒 听说你以前是登山运动员 是 周里奇 我让你动了吗 运动员的身体素质 要高于普通士兵 你整整晚了五分四十八秒 告诉我为什么 报告 因为我是临时 接到戒掉命令的 没有提前整理好装备 耽误了时间 梁耀军 你是第一天当兵吗 不是 在军人眼里 就只有准备战争和战争 军人要时刻准备着战斗 你不明白吗 明白 五公里越野 准备 报告 请问师官长 这算是体罚吗 行了 少说两句吧 周瑞奇 我让你说话了吗 在队列里随便说话 五公里越野 准备 你我都明白 在战场上 时间就是生命 你耽误了五分四十八秒 一秒钟就会让无数的战友倒下 你知道吗 这五公里 就是对你那五分钟的惩罚 明白吗 明白 梁耀军 周瑞奇 五公里越野 准备 走 走 走 怎么样啊 新兵连分兵的时候 你非得去养猪 你这什么本事啊 躲得了昨天躲不了今天 你不在的时候 要四大头出进了大头风 你看 没够多长时间 又回到侦察连了吧 你幸灾乐祸 我可没幸灾乐祸 我只是陈述事实 等我完成了这次任务 就会生产连 幸亏有你在啊 让我躲过了这几天的生死关 你自我梦 来 我给你交换点智慧啊 我给你贡献一点智慧 贡献什么 这第一 千千万万万万千千 别惹魔鬼王 什么意思 这第二条军贵 也是真打脸的 千千万万万万千千 别惹魔鬼王 行 明白了 这也有谁 不然也有我 正常是 这只不允许使用手机的 是兄弟替我报秘啊 你以前真的是运动员吗 以前是 那你骗我 你也没问过我 好吧 你这么强悍的身体素质 你可得得照着我点啊 别没事就往那个猪圈跑 又臭又脏呢 那养猪到底有什么意思啊 没事老往那个生产连去跑 当然有意思了 既能当兵 又能让那个人失望 那个人 哪个人 是谁你就别管了 那个人 天生就喜欢管制别人 控制别人 强迫别人 我要是不让他死心 我就得一直围着他的指挥棒转 我的生活中 遇到一个这样的人啊 你是够愁人的 好吧 我理解 能理解 可以啊 谁知道那样的人 不达到目的 死不罢休 日夜纠缠 软磨硬炮的 那这样就坏死你了 说话啊 你是为什么来当兵的 我是一师足成千古恨 我上我们家里周总当了我 过来 过来 是 室官长命令 十分钟之内 跑完五公里 跟我去兵器库 领取武器装备 主官 十分钟 五公里 没问题吧 运动员 证探连第三条军轨 远离四大头 他居住我 就是为了免费去军区居住 他的目的 是为了派保安公司做准备 950自动步枪 枪号 95020 950自动步枪 枪号 95020 950手枪 枪号 19328 920手枪 枪号 19328 那 手agog 轨出阳久了 你忘记怎么检查武器吧 不错吗 不瞒你说 这套动作呀 我五岁就毁了 这么说 我得叫你捞病了是吧 以后有事多多指教 别客气 老亮 你真的五岁就开始训练了 师兄 你就告诉我 那有多少米没输出来的 没了 师兄 没了 肯定还有